等一下要我朋友去拿 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咖啡厅会不会帮我这个忙 再来 吃一吃 好好吃喔 早安大家 今天是周五了 然后我现在要出门 把这个礼物放到我朋友家楼下那个咖啡厅 我今年跟我那群朋友有一个叫做secret center的交换礼物的活动 然后我抽到这个朋友他刚好住在我家附近 其实我本来可以直接从Amazon买了之后就寄到他家 但是我后来想一下我还想就是加一点什么东西在里边 所以寄到我家了 但是我后来查了一下从我家附近的邮局寄到他家的话 其实也要差不多10块邮费 我觉得有点太浪费了 所以我决定现在要去他家楼下那家咖啡厅 买杯咖啡还有早餐 然后把这个放在那边等一下要我朋友去拿 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咖啡厅会不会帮我这个忙 所以现在就出门去碰碰运气吧 Hello大家好我回家了 然后我刚刚把我要给我朋友的礼物放在了他家楼下那个咖啡厅 还顺便买了咖啡 然后这就是这家咖啡厅 如果你们坐在纽约的话可以去他们那边打一下咖 他们人还蛮好的 给他们打一下广告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 这个我也不太知道是什么 好像是kish 但是它是甜的 我觉得好像还蛮好吃的 然后我现在吃一下早餐 可能稍微工作一下 我今天约了11点要去换一个假照 因为我一直用的都是新的西的假照嘛 然后其实它是6月份已经到期了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它就直接可以就自动延期到12月 但是我也是还得换一个新的 然后等一下10点左右出门 10点半左右出门吧 好我现在先吃早餐了 我刚刚吃完我的早餐 我感觉还没有吃饱 所以我现在要吃一下我昨天剩下的半块这个曲奇 其实我一开始没有特别喜欢这个曲奇 其实我一开始没有特别喜欢这个曲奇 但是我觉得后来吃的时候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哈啰 大家好 我弄完假照回家了 然后我刚才去那个DMV的时候 其实人没有很多 因为它现在要你make appointment嘛 所以等于我去到的时候 其实我基本上就不用排队 然后填好资料什么的 就马上去拍个照 等了一下就马上交材料 所以我整个过程好像也就半个小时左右吧 所以觉得蛮快的 现在就是拿了一个零食的驾照两周之后 那个真正的ID才寄到给我 所以一切还算挺顺利的 然后我刚刚给这里做了一个老干妈 芝麻酱拌面 现在稍微吃一下 我可能两点半左右跟朋友 约了出去酒吧 喝一下小酒这样子 好 我现在先吃我的面了 拜拜 哈啰 大家好 今天是周六了 然后我昨天晚上跟我朋友去了 喝一下酒 然后吃了一个晚餐 把你都回家 就看一下电视也没什么做特别的事情 今天约了一个朋友去那个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 但我们先会去那附近吃一个brunch 然后可能会去吃一下loving cookies 就是我前几期那个vlog里面想要尝试做的那个cookie 等一下应该会把你们带出去就稍微拍一下 今天晚上就约了室友还有室友在dating的一个男生一起吃饭 我们今天晚上打算要吃麻辣香锅 现在差不多十一点半的时候就出门 现在先用一下电脑 我们等一下再见吧 拜拜 拜拜 好好吃喔 好饭这个 而且它不会很甜 那个口感很好 我先吃哪一个呢 我要先吃哪一个呢 很大呢这个 要怎么吃呢 好大一个 我很讨厌吃burger就是我不认 对 它太大了 我的嘴巴开不了 我可以咬 可以咬 喝一点catch up 我喜欢吃 嗯 好大一个 没有皮靠的味道 等它这样 好多皮靠 我爱 就它脚部脯不会痛 然后要凑三四天 不管我都在吃里面的东西都没有吃 就有点咸 是吧要配着面包吃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对 为什么 我为什么这么少 这里也很多 哈喽大家好今天已经是星期天的晚上五点半了 应该说下午五点半 但是外面那个天非常害 我感觉都以为现在已经七八点什么的 其实我本来今天没有打算要录的 但是感觉好像这一周的vlog没有什么内容 所以现在想要说来可以顺便录一个ending 我今天早上就 昨天晚上就跟室友还有他那个dating的对象 就一起吃了麻辣香菇嘛 之后就在家里待着 然后今天早上在家里看了一下sunday surface 之后去了我朋友家一起参加我那个connect group 之后呢我就去了queens那边pick up一个打火锅那个炉 所以我现在之后就可以实现火锅自由了 然后还可以在家里用那个平底锅烤肉 因为我本来想买那个相应的锅 就是两用锅子 但感觉那个相应的锅子还蛮贵的 我现在这个买二手的那个就是gas stove 才25块吧 他还配了那个打火锅的鸢鸢锅 但是他那个盖子就不见了 然后还有视频那个guess就感觉还蛮划算的 然后刚才回家的时候就非常饿 然后有点想吃米饭 就在路边买了hollowguys那种 那种饭 我买了一个combination 然后这个combination里面它就有羊肉还有鸡肉 我现在就来吃一下我的晚餐 然后这一周的vlog应该大概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周再见吧 拜拜